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陈子 首先要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闻 美国的多项民调就显示 即将举行的宾夕法尼亚州的总统选举的提名初选 希拉里以及特朗普是分别领先民主以及共和党内的对手 共和党的特朗普就预料至少会取得四成半的支持 较对手克鲁兹会多出十多个的百分点 而另外,民主党的希拉里的支持率是超过五成 他的对手桑德斯是约有四成左右 另外,有报道就表示 希拉里是开始寻找副总统的候选人 而现实约有15人至20人在考虑的名单之内 正在德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举行了双边的会谈 两人又出席了联合记者会 当中就谈及了叙利亚的问题 默克尔早前就提出 在叙利亚设立了安全区 为数以千计的难民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 而同时是可以改善人道援助的问题 默克尔在记长会上又表示 再次的声明设立安全区能够为叙利亚是带来和平 他就表示,这个建议并不需要外界的干预 认为应该是叙利亚政府以及温和反地派的和平谈判议程之一 不过奥巴马就表示 他的顾问团队是多次的进行了检视方案 认为并不可行 因为需要出动军事的力量 以取得叙利亚一大片土地来设得安全区 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就强烈的谴责了 北韩从潜艇试射弹道导弹 安理会的声明就形容 北韩再次的严重违反安理会的决议案 安理会就重申严重的关切试射弹道导弹 将会导致北韩发展出核武器发射系统 加剧区内外的紧张局势 安理会就促请平壤时停止违反相关的决议案 完全遵守决议案内列出的责任 当中就包括停止所有 与弹道导弹计划相关的活动 另外正在德国和挪威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也是声明表示 不会严肃看待北韩要求美韩停止军演 他就强调北韩继续的挑衅 已经与中国启动合作向北韩进行施压 亚美尼亚的大屠杀101周年 当地有纪念仪式 在首都埃里温的大屠杀纪念馆 周日是举行了纪念仪式 悼念大屠杀中的死难者 总统萨尔格相就出席了仪式 献上了献花以及制疫 一致致力为捍卫人权发生的 美国赫里活隐星 就表示也有出席献花悼念 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土耳其恶图曼帝国 对境内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士 进行了大屠杀 历史学家就估计 当时约有150人是遇害 而多个国家都承认大屠杀是种族的绝灭 不过土耳其至今仍然否认有关的讲法 认为死亡的数字是被夸大 而大部分的死难者都是死于战争行为 今天是尼泊尔7.8级大地震的一周年 当地就举行了悼念活动 在首都加德满都 大批的民众在一周年前 悉参加烛光晚会 悼念地震死难者 一年前的大地震是造成了 大约有9000人死亡 无数家园禁毁 国际红十字会就估计仍然有400万人 是住在生活条件较差的临时庇护设施之内 尼泊尔政府的重建工作 就被批评是严重的滞后 数十名民众早前在加德满都的上街市进行示威 抗议当局重建缓慢 并且是一度的与警方是发生推撞 政府就解释 工程之后是因为评估浑水的状况需要时间 评估工作现实已经是大致的完成 承诺会尽快的进行重建 关注完了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经济板块的消息 首先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开盘情况 美股上中午是个别发展 道指收市剩21点 是报在18003点 日本股市早段偏软 横指低开58点 是报在21408点 国际指数今早是低开32点 是报在9088点 蓝筹股市跌多过升 重磅股以友邦市最为突出 高开22.6% 是报在48元 汇共低开1%是报在51.6 腾讯低开1.5% 报在160.4 在各股方面 科通新城今早是高提高 前路得了2亿元的大手成交 而瑞年国际与举计该公司的 股空机构就诽谤的诉讼 定例是定立了和解协议 股价今早是大幅的高开 达到18% 除了美国联储局本周议席之外 日本、新西兰、巴西、俄罗斯 和匈牙利的央行 本周也会举行议席会议 市场就预料日本央行 有机会是进一步的放宽货币政策 有外电就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出 日本央行周四议席会议结束之后 有可能是进一步的放宽货币政策 原因是经济数据的低迷 和日本再次发生了严重地震 对央行原本预期经济温和的复苏 将会令通胀上升的观点 是造成一定的打击 上周试传日本央行 可能会再次的考虑 再次减息 扩大资产购买规模 以及以负利率向银行式提供资金 德国富士中国主管日前就表示 有信心过往两季的中国市场销量 增长势头可以持续下去 他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表示 富士在与中国的合营企业合伙公司 计划今年将会投放40亿的欧罗 也就是大约为350.22亿的港元 并且是希望未来数年是扩大 在运动型多功能车SUV 以及新能源汽车NEV的市场占有率 去年富士的中国销量减少3.4% 至350万辆汽车 部分的原因是与集团在华生产的 SUV型号汽车较少有关 他就指出有关情况将有变化 因为富士奥迪以及斯科达 将会在未来的数年 推出至少为10款的 中国生产的SUV型号汽车 他就披露 今年将会有一款规格较小的 SUV型号汽车推出 但就没有提及是哪一间的 合资企业生产 NEV方面 富士就估计到2020年 中国的NEV销量将会达到200万辆 而在未来的3至4年将会推出15款 混能或者是电动型号的汽车 国际大吵交索罗斯日前就表示 中国政府意识到无法承受大规模的失业 所以正在努力的促使制造业的员工 是转向服务业 这将会延迟金融问题的爆发 但是也会让危机规模变得更大 他就表示 虽然中国的服务业在不断的进步 但是仍然是无法弥补制造业上的损失 索罗斯一如既往的 对中国经济前景是表示归关 他就认为 中国的经济无法承受大规模的失业 所以政府在不断推动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繁荣 虽然这确实能够带来经济的相关增长 并且目前仍然能够自给自足 称与几年前的美国是比较相似 而如今 中国正在经历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 而这种扩张最终会无法持续 但目前中国自身上能维持这样的局面 所以经济突然转折的那一刻 会比大家预期当中的来的都要晚 阿里巴巴的执行主席马云就表示 内地的互联网三大巨头的格局 两至三年内是可能会产生变化 马云在济南的一个会议上就表示 相对传统企业的经营压力 互联网企业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 内地互联网的三大巨头 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 简称BAT的格局 估计在两年至三年内就会变化 而再过四五年 这些企业是否存在都是很大的问题 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企业越大也就越难做 每一年都好像承担15年的压力 如果让他重新选择 他一定不会选择将公司市进行上市 马云就指企业间必须要竞争 但竞争不是为了消灭对方 他就反对所谓的恶性竞争 他就认为是企业的格局不够大 和眼光是不够远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目前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6摄氏度左右 大致的多云以及有几阵的咒语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